我去年其實也是停了大概八個月 八九個月 真的就是停 不過我覺得那段時間 我還蠻享受的 因為那段時間我就是真的 靜下來做這張專輯 然後就真的像以前在錄音這樣子 因為後來忙嘛 所以都是找工作的空檔去錄音 但是這一次真的好不容易有一段時間 整個停下來 然後好好的在錄音室裡面 然後就是專心的做音樂 我覺得這樣子的機會 是我十幾年來都沒有過了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反而那段時間 好像重回到以前做音樂的那個時期 就是真的在錄音室裡面慢慢的磨這樣子 對 所以這次到內地是有什麼樣的工作計畫 其實還是一些錄影 然後因為還有發片的宣傳 因為內地的部分也是慢慢的在開放嘛 那所以就一些比較正規的錄影跟宣傳活動 現在已經可以慢慢開始了 所以也就做這張專輯的一個宣傳跟發片的宣傳 那會有比較讓人期待的那個實境節目或是 實境節目嗎 我覺得最近會讓大家看到的一個節目應該蠻特別的 因為是抖音的一個節目 這個講沒關係嗎 沒有 沒關係啊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抖音它做了一個所謂的實境打歌的節目 它真的是讓我們有機會去介紹新歌 然後而且它針對的是他們抖音的這些網紅主播們 我們是把我們的新歌推薦給他們 然後讓他們來做評判 然後就是說 這些歌對他們在製作這些抖音的音樂上面 能不能有一些幫助或是說能夠有一些想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還蠻新型態的一個音樂模式 就是說我不是針對歌迷或是針對樂評 我是針對這些製作影片的這些 他們所謂的 你叫什麼 直播主 對對對 就職工害怕一些毒蛇評論嗎 一開始還蠻怕的 因為其實怎麼說 你平常看他們直播的內容還有一些東西 還有他們講話其實都蠻毒的 但是呢 我上了以後我發現有一個東西就是說 只要是真的好音樂 然後呢 因為其實他們也沒有太多機會聽現場演唱 所以我覺得我的優勢吧 就是上完了以後發現我的優勢就是說 現場演唱的那個震撼度其實有震到他們 對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也是讓我覺得 好 這個部分算是我的一個強項吧 對 所以也希望真的接著下來比較有 這個鬆綁了以後 真的可以趕快把我的演唱會開始走起來 麻將也等到他們妳的兒子 跟你げ過去 這邊才開始 我們就這麼詔盡 Frage 我們會在庭船上過 我們在庭船上爭的 應該是甚麼 那些警察 跟你們見面 這個案子